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夏日葵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保卫萝卜第八关 这一关我先在直线地方建一个火箭 前面的位置建一个减速工具 适当的时候给火箭升个级 因为火箭的攻击力还是非常强的 而且它可以直接贯穿所有的小怪物 现在萝卜币还不是很多 快来消灭更多的小怪物吧 我们新的关卡里会发现 在消灭道具的时候里面有一些隐藏的炮塔 它们也会给我们帮助的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怪物 减速炮塔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也要给它进行升级 这一关主要是集中在中间 进行一个攻击 尽量把所有的炮塔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建立 火箭的攻击范围也是非常广的 你看左边的那个小火箭 它也可以攻击到左边的道具 所以多建立几个火箭 火箭到处飞 还能消灭道具呢 现在就是要开始打一波一波的小怪物了 道具就剩最后一个了 全部都被清空了 这一关有25波小怪物 迎来了这两个大怪物 大怪物跑得好快 所以我在之前就把那个风车炮塔给删掉了 然后建立了一个结束的 可以给火箭升一个级 现在所有的炮塔都是满级 我们也马上就要到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关一般都是一个超级大的大怪物 前半部分因为没有炮塔的攻击 也没有减速炮塔的攻击 所以小怪物跑得比较快 不过我们把所有的炮塔都集中在了中间部分 小怪物是跑不掉的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了 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8可乐姐姐 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